各位南大鄉親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三月十九個的南大新聞 教育部長扮文中 今天三天來到南大館關心朋友教育 一天台北前宮中老鄉的松文國中 參觀學校園環境 並且實質感動的 作為來尋了一則課 提案由王靖中老師 自己創作新興的MAPS 教學校園 推動落實的一個精神 自發運動更好 為了關懷的朋友學校的教育發展 教育部長扮文中頂人 是在北京王中了鄉 松文國中方釋 其實這跟哈欣做會上課 提案後來由王靖中主任 自己創作的新興臺 也來瞭解松文國中 在朋友學校園 從完成都看來進行之下 哈欣人手刷不斷整個的壁館 今天來訪市的目的 主要是來看看 這個偏鄉的學校裡面 怎麼樣透過這個 因為學校老師的這個 教學的專業的這個方法 來讓這個學生 能夠有這個 逆轉勝的一個 偏鄉教育的一個機會 耍恩國中的這個專業的 老師的團隊的努力 雖然少子化的狀況一直在發生 但是透過這個 因為老師的這個專業的教學方法 有效的提升了這個 耍恩國中學生的這個 競爭的一個能力 來到學校的報道率卻是提升了 甚至連有台中市 跟彰化縣的家長 也願意把學生 送到這個專門國中來 王政党主任創作的教學方式 是一三種不一樣 聽眾的問題來設計 賓國的學生 好想學做 發表主任的習慣 希望能學做學生 在外出本當中 對他大暗以外的臨性導力 是由參與最高貴的 教育部長相當困難 今天也很高興有進到 王政党主任的一個 課子裡面來做觀課 那從這個今天的主題的 學習當中 可以看得到 王老師是用我們三層次的 這種提問的方式 過往有時候老師可能會很容易 就引經據點 來給學生說如何如何 但是今天我發現 在幾個挑戰題的題目裡面 除了學生分組 充分的來參與之外 那尤其是有一些 比較高層次的價值觀的 形成討論的過程當中 學生才是真正的學習主題 目前已經有中間 兩萬外的老師 請像王政党主任一樣 參與教育部 孟德恩次方 演奏各位 並在當中 來後上交流教學經驗 教育部有標示 未來的繼續努力 提醒老師的教學專頁 儘前朋友的教育發展 提到柳酸 參與波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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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